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团队温情时刻,贾乃亮柱原功原梦,要到谭松韵亲笔签名照! 在现代的娱乐行业里,明星间的相互交流能够吸引大量粉丝的注意! 在娱乐圈内,明星之间的互粉也是见惯的事! 最近,贾乃亮和谭松韵之声的一个小插曲,在互联网上激起了相当大的关注! 在这场亲密互动中,两人不仅互称对方为姐姐和妹妹,而且还分享了的心情故事! 这一事件不仅充分展示了贾乃亮的人文关怀,还展示了谭松韵的亲和力,从了一次让人艳羡的明星之间的温暖互动! 这件事发生的原是,在一个直播活动中,贾乃亮作为主播,邀请了谭松韵作为嘉宾参加! 当时,他正在现场节目,突然听到有声音从旁边传来! 贾乃亮的一名员工对谭松韵表达了深厚的喜欢,并期望能收到他的亲笔签名照片! 贾乃亮在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,欲得转过身来,向谭松韵提出了一个微小的请求! 谭松韵对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温暖,他不只是答应了签名,还仔细询问是否需要添加对方的名字。 签名完成后,他又主动为工作人上了自己的祝福。 这种对细节的处理,不仅展现了谭松韵的关心和体贴,还使得现场的氛围变得更为和谐。 我觉得这很好。 贾乃亮的这一举动不仅实现了工作人员的望,还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明星之间的友好和和谐。 贾乃亮,这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,以其亲民的性格和不懈的努力一直备受赞誉。 在最近的一场直播中,他展现了不仅仅是主持的能力,还在直播间中负责引领观众话题,这对于主播来说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。 谭松韵因其甜美的外貌和出色的表演技巧,在娱乐圈内极高的人气。 每当他出现,总能激起一连串的尖声。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演员,更是一个可爱而又充能量的人。 在这场直动中,他展现出的亲和力和体贴行为再一次凸显了他的吸引力。 他不仅拥有迷人的气质,还能用最简单的方式表心感受。 除此之外,谭松韵在摄像机前的美线,都充分展示了他逐渐增强的能力和美丽,无论是在技巧还是外貌上,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誉。 在娱乐界中,明星间的交往常常伴随着竞争和巨大的压力,但贾乃亮与谭松韵的这一次交流,却呈现出种与众不同的温情与真挚。 两人在微博上晒出照片,并分享了一些生活细节,而其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两人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相互解决的故事。 他们的娱不仅为工作人员带来了幸福感,同时也展示了娱乐界的不同面貌。 这样一种轻松而真互动方式,展示了明星作为一个普通人应有的一面,使其更具人情味和亲近感。 贾乃亮为员工帮忙要到谭松韵的签名照,真是让人羡慕不已。 这个举动展现了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主播,更是一位关心团队成员,愿意为他们实现小小愿望的一人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